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这几天呢,多伦多的气温升得非常快 白天呢,都在22度以上 那夜间温度呢,也在10度上下了 所以呢,我今天呢 在我的花园里干活 主要呢,是把我新整理出来的这片小菜地呢,种下去 我刚才呢,已经种了这棵丝瓜苗 就是沿着这个杆子种的 这是我上周呢,才请人搭的架子 还有这棵葫芦 已经长得挺大了,就直接种下去了 另外呢,我这里呢 挖了一些坑呢,这是打算种西红柿 这里呢,有8棵西红柿苗 4棵呢,是牛排 另外4棵呢,是黄色的小西红柿 但是呢,都能长得挺高的 这,我挖的这8个种西红柿的坑呢 我已经呢,在里面呢,加了一桥牛粪肥 深色的,黑色的是牛粪肥 然后呢,撒了一小勺玉盐 一小勺玉盐 这个呢,主要是给它增加美元素 让西红柿呢,长得更健康 食物呢,果实呢,更甜 然后大多数这个白色的粉末呢 是我自己做的蛋壳肥 就是撒了一把子在上面了 我呢,会把这些混起来 其他的这几个坑呢,已经混合好了 混合好了以后呢 我会在上面呢,稍稍地再加薄薄的一层土 目的是不让这个西红柿的根呢 直接和这个玉盐接触 至少是在我种下去的时候呢,不接触 西红柿在种的时候呢,要深埋 你看呢,我已经把这个西红柿呢 从这个玉苗盒里取出来 把它呢,这个坑呢,挖得深一点 一直呢,可以埋到这个位置 就是叶子以下的位置 这一大截呢,都可以埋到土里 因为西红柿呢,很容易长根 你埋到土里的部分呢,这一截呢,都会长根出来 这样子的话,你埋得深一些呢 有助于苗呢,更健康 根呢,长得更多,更茁壮 这八颗西红柿呢,就算是种下去了 间距呢,大约是六十厘米 我觉得那边呢,还有位置 我手上呢,还有几棵小一些的苗 也打算呢,把它们种下去 另外呢,这个位置就是沿着这条,这个铁条啊 我塞了一点,豆角和黄瓜的种子 那就非常容易了 因为呢,地呢,我以前已经翻过了 我就把它们塞下去 大概是一寸半身的样子 据说呢,是非常容易出苗的 沿着这一溜,我都有种了 有都塞了一点,豆角和黄瓜的种子 希望在不久以后呢,能够看到有苗出来 现在眼前呢,就是全部种好以后的样子了 我是今天午饭前种好的 那现在呢,已经是下午四点钟 经过四个小时的时间呢 它们看起来呢,相当的精神 当然我种好之后呢,立刻就浇了透水 而且今天呢,天功作美 自从我干完活以后呢 就大多数时候呢,都是阴天 这个对缓苗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很开心 这棵丝瓜苗的状态呢,看起来非常好 我把它绑到这个架子上了 这棵葫芦我移到地里以后呢 几乎没有受一点点影响 而且就这几个小时,我发现呢 它的这个藤蔓呢 已经开始抓紧这个杆子了 真的是很快啊 这棵丝瓜在盆里的时候呢 已经长得很大 长了很多侧枝出来 我已经把这些侧枝呢 全部都剪掉了 我希望呢,它爬得高一些 至少要爬到 几乎到这个架子顶上的时候呢 才让它的侧枝开始生长 非常期待我的小菜地 欣欣向荣的模样 谢谢